黑风城三年无雨 灾荒四季 两天颗粒无收 朝廷掉精粮八百弹支援灾区 不料被贪官私通 但江湖上出现这么一个人 他劫富济贫 民间都称他为道胜 还有五岁玉米 赶快煮好给老杨送去 这活也不够旺啊 算了 取些柴过来 哥哥 你为什么最近总是闷闷不乐呀 如今三荒四起 百姓没有饭吃 朝廷好不容易盼卸这个救济粮 还被道胜给夺走了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低血糖不吃东西迷糊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干啥呀 又跟我要吃的是不是 昨天就来这套 没有了今天没有了 小孩你是误会我了 我是那意思吗 你是有个比喻 但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就是说我迷糊 哎呀呀 改你改你改你 谢谢弟弟 没见过这样 你说这个道胜啊 太可恶了 哥哥你说 咱们连这个道胜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你说怎么抓他呢 你放心吧 现在全城都没有粮食 谁有粮食 谁就是道胜 有道理 有道理吧 哎 这个推论我想好一下 哎 粮食 哎呀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 这深山野林的 居然有粮食 一定是道胜的饭线场 咱们这样 就在这等 来个守住态度 待会谁要是来取粮食 那个人 就一定是 道 胜 哎 这个 起来起来 走 走 走 后边 走 哎呀 完了完了 干什么 完了完了 干啥的老乡 你是干啥的 我拿点柴火呀 拿什么柴火呀 我们这抓人呐 抓谁呀 道胜 抓谁 抓道胜 让你给搅和了 我天哪 办案的时候最烦这样的人 你说 那行一行 那我不耽误你们了 我先走了啊 二百五那时候啊 就他长得大乎 什么都不是 这种老板就带给我们工作 到处能抓着我们 哎哎哎 二位啊 奉劝二位一句啊 我下山之后 二位也早些回家吧 你们两个呀 恐怕一辈子 都抓不到道胜了 等会儿 你就在这看着 看我们能不能抓到道胜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俩肯定能抓到道胜 你俩肯定 那咱们就一起在这见证一下吧 来来来来 我不用 我再来一下 哎呦我天 来 老乡 老乡了 你吃点吃点 老乡 我们第一次来这 人生地不熟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的地形啊 对 不是问题 我也不是本地人呢 等会儿 身经半夜 一人在此游荡 不是本地人 莫非 你迷路了 哎呀 胆儿真大呀 胆儿真大呀 道胜就在山里边 特别危险 杀人如麻 这样 幸亏遇到我们俩了 跟着我们俩走 保险你安全 不不不不 我不用你俩保护啊 我真是有事 我得下山了 老乡 老乡 你在这等着 咱们两个保护你 咱们在这等道胜 对呀 不是问题 那在这 你能等着道胜吗 他呀 怎么等不着呢 上回等外卖 在这等着的 那外卖 那外卖能跟道胜一样吗 那外卖比道胜慢多 可得了吧 那外卖 那道胜 那根本像的 那玉米都让它处着 等会儿 给你一刀 你好灭手啊 啊 我知道你是谁了 王富贵 三号队四十五对 对不对 我孙悠才呀 六对的 哎呀 小英雄学 忘了啊 哎呀 我天哪 哎 对 你那个脑子 好没 啥 没好没 跟你讲啊 王富贵 我同学 小时候可降了 一个人去河里游泳 跟鱼比别气 赢了 啊 打那起啊 有些个毛病 一晃头脑袋里边就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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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水 咱们哪 不能自己的啊 哎 那个 你好 富贵 听了你的故事 真是特别励志啊 是是是 哎 这样富贵 别懂啊 这样我刚才看你对这个盗盛很有兴趣 咱们就一起分析分析 我们两个这个团队里边啊 就缺你这种进了水又单纯的脑子 来来来 走走走走 来来一起分析 没关系 来来来来 哎 你分析一下 我们在这等 多久能等到盗盛 你俩就在这干等啊 对啊 干等啊 不是那道圣乃道中之圣 除了武功高强以外 还有敏锐的观察力 你俩在这等 那不早被他发现了吗 富贵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哥哥 是这样 咱们两个的穿着吧 太过暴露 是 咱俩这样 咱俩先下去睡觉去 让他在这等 好 然后你抓住他 你告诉咱俩好不好 行行 你等一会 什么意思啊 我在这等到盛 对啊 那能等着吗 咱就等不着呢 富贵你听我说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你就帮我俩等一会 有包子有问题 不是你是这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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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弄好了 那么玉米 行 小和 你跟富贵讲什么 毛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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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刺眼 对对对 说的对啊 这样 那我们不走了 继续分析案情 分析分析 你说这个可恶的盛 盛啊 你说偷了这么多粮食 你说 你说他自己能吃完吗 你说 就是 哎 这是什么意思啊 盛盛偷了那么多粮食 就为了自己吃啊 你废话 他不自己吃 才给咱俩吃啊 不是啊 那可说不准呢 盛盛关于是做好事 你们都不知道这情况 他瞎说不好事 他做什么好事 哎呦我天呐 你说盛盛拿了粮食 人没的 现在干什么去了 他应该 肯定做好事去了 他做什么好事啊 我没记得啊 这个时候 他跟老太子打牌呢 偷牌呢 去幼儿园 欺负小孩呢 哎哎 行吧 不是 你这 啊 我说什么你忘了 嗯 别刺一下 脑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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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哎 既然 富贵觉得到时候是好人 那就到时候是好人啊 到时候是好人 到时候是好人 行了 你说这个盛盛啊 咱们两个分析啊 他的逃跑路线 他肯定就在这个山上啊 他这个山上没有的呀 就有富贵一个人呢 对 你说他在哪呢 富贵 嗯 你说说他过去哪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这帮他分析分析 你这帮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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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坏他 他肯定 我都说了 肯定做好事做好事 这人不信 行行行行 杨富贵 做好事好不好 我们都信啊 嗯 他其实道成是坏人 不是跟不给你解释 道成做了好多坏事 你不是不知道 做什么坏事了 啊 道成偷了粮食 这是什么行为 朝廷的赈灾粮 被道成偷走了 你说粮食 是不是被狗吃的 我跟你讲 我要是那好狗 我都不吃 那个啊 但我听说呀 那王大人是个大贪官 赈灾粮 根本就没发给百姓 你俩没听说过这事 哼 没听说过 那你俩听说过啥 我听说过什么 你怎么就这么酱呢 不是我酱 我听说过就倒壮吧 那你没听说过 不代表他没那么多 行了 我说多少遍了 脑子脑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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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恁一下 行不行啊 啊 好 我说了 我跟你说 你说吧 我不说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道成 十个不设 你又不是不知道 记不记去年 刘掌柜银票失线事件 哎 提到这啊 我想问问你俩 你们还记得奸商刘掌柜 丢了三万两白银一案吗 哼 这件事情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记得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到上偷完银两之后 不肯收手 还疯狂的砸老乡家的窗户 哎呀 三九天呐 砸窗户 什么心理的事 不是你们就没想过 拿那么多银子 是用什么砸的窗户吗 你看 你这个同志就是太年轻 太年轻了 我跟你说 当时想的是第一时间上哪给老乡买窗户去 老板就动崩圈了 喂 按照你俩说的 老板就动崩圈了 窗户被砸破了 第二天为什么没人去报关 都动感冒了 行上一案了 你还想说啥 那个二位啊 就是有没有可能 他是给老百姓发银两 没可能 怎么就没可能 这样 那么多银两 我说句公道话好不好 不是 绝对没可能 到时候怎么可能送银子呢 就是 根本就是 哎呦我不跟你俩 这样吧 福哥 你就帮我们俩等一会儿 我们俩个四周转一转 找一找到时候的其他线索 什么问题 不过去了 福哥 对不起啊 福哥脑子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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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刺一刀 对不起啊 哎 这什么 哎 里面有东西 什么东西 到时候 你那个随便翻人包 是不是不太好 这样 福哥 这件事我们实在没法让你了 不管你脑子进过水 还是被雷劈过 我们都得继续遵查了 我说 这是找刀上的唯一证据 这样 继续找 你看 这个人是谁 福哥 你丢的包 你丢的包 你不拿着 干啥呢 你啊 大有事 你赶紧拿着 哎呀 就福贵啊 我们以为当上宝 我以为当上宝 丢三辣四 差点陷害 脑子还是有水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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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行了 我告诉你们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孙福贵 我脑子也没进过水 也没跟鱼比过憋气 不过告诉你们 到上偷粮食 就是为了发放给百姓 不是为了自己吃 他偷银粮 也是为了发放给百姓 不是为了砸窗户 行了 看你俩这样 一辈子也抓不着道上 那今天我就告诉你俩 道上就在这里 而且刚刚 你们还吃过他亲手煮过的玉米 咱俩什么时候吃玉米了 昨天村东头老刘 老刘是道上 走走 老刘 站住 哎呀 哎呀 哇 哇